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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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我就問 誰能 放不住 大家好 我是國民主控台主機車行 在我身旁的是去年全台灣健美總冠軍的Jeffrey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今天是由熱狗王以及蓋伊來進行力量對決的大挑戰 今天是由熱狗王來進行全力進攻 蓋伊將會進行防守以及閃躲 Jeffrey 看起來你覺得今天蓋伊有沒有可能會被熱狗王給擊倒呢 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 因為你們平常在訓練的話 相信你們對於力量都是非常的強化吧 沒錯 尤其熱狗對腿部力量的強化是非常強烈的 對 他腿那麼大隻 踢下去的話 說不定那種棒球直接都被他踢斷 所以搞不好蓋伊的防守根本就防不住 有沒有非常期待呢 非常期待 好 那我們就期待我們的比賽馬上就開始了 熱狗熱狗 今天要跟蓋伊對決 你之前有練過格鬥嗎 沒有 我國小打架王 打架王 那對於今天的比賽你等一下有什麼策略 第一回呢 沒有策略 沒有策略 就是用盡全力 用滿力 把他打爆 把他打爆 對 好 那我們期待你的表現 蓋伊蓋伊 耶 你跟熱狗在一起看起來好像變瘦了 沒錯啊 整個都嬌小了起來 對啊 蓋伊那等一下面對熱狗的強硬攻勢 你要怎麼顧對 我剛看他打沙包啊 打完之後他就問誰能扛得住嗎 別人我不知道啊 我是不敢扛的 你知道嗎 他們說我防守防禦做得很好什麼的 但今天呢 我會想要用比較多閃躲 甚至到逃跑的策略 哇 我在想想要被一個怪物追著打 然後我要跑也是很累 等一下 第一個回合 我是希望自己能夠把距離控制好 不要離他太近 因為你知道嗎 二頭肌練得大的人 他的勾拳 他的短拳 破壞力很強 有點怕 我把距離控制好 多試探一下 看一下熱狗 他到底進攻節奏長怎麼樣 那二三回合再說啦 好 隨機應變 現在你準備好了嗎 好了 熱狗王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我們開始 哇 比賽開始了 今天的比賽啊 熱狗王還有帶上頭髮的護具 喔喔喔喔 拳頭的聲音不一樣 好兇 好兇喔 那個腿真的 哇這真的 有點打架的那個衣尾 哇 熱狗王真打 他的腿真的是厲害 他的腿真的是厲害 他的腿真的是厲害喔 好兇 哇 鯊醫看起來是 鯊醫看起來是 一直要運上 然後鯊醫今天會運 用比較多的反擊 但是他不會用力的 想要去擊倒熱狗王 但是他會去點到 熱狗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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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部的要害 讓他知道說 欸其實 如果對方超過來了 哇是會有危險的 我覺得他的節奏抓得很 因為熱狗級重比較重 對 所以他應該 他應該這一回合完 應該就累死了 對對對 他們兩位啊 如果以全級的分量來講 該意的話 是重量級 它大概現在是 73公斤上下 那以熱狗王來講的話 他是 90多公斤喔 所以是 超重量級 是在重量級之上 所以通常像這種 會分量級就是因為說 體重差異的話 他的那個 擊打的力量會差很多 嗯 沒錯 打起來就累了 累了 累了 欸 走走 啊 啊 三分 兩分鐘還沒過 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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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太重 哇 這個節奏完全不一樣 而且看起來 熱狗王的出拳跟前面完全已經不一樣了 沒錯 他一直頭讓出來給他打 對 哇 那個 科學院 rí 啊 打架王不可以啊 哈哈 哇 喔 嚥 哇這個拳頭好重喔 我感覺前面他這個爆發力很有張力耶 他這樣啊 我就說他就他跟一個怪物一樣 那個肌肉那麼大的人 他一直從你衝過來 有那個壓迫感耶 哇我心裡整個念頭 我想要逃跑 熱狗熱狗這個格鬥初體驗感情怎麼樣 哇這個一回合不是30秒嗎 這兩分鐘也太久了 我差不多30秒之後 哇我開始覺得有點脫力了 有點沒力了 比較太喘了對不對 對對不對然後我開始覺得我身體有點很難做移動 不過我感覺你前面那個30秒那個爆發力跟那個威力是蠻強烈的 我差不多就把所有力量給我永遠就30秒了 那我知道下一回合開始你是不是要嘗試在30秒內把蓋擊倒 你最強的火力 我還想 下一回合 要站著不動休息 還是要盡全力攻擊 那我知道你等一下可以先 用比較慢的步調後面再突然加速你會怎麼樣 好像不錯耶 那等一下就是 等一下是偷懶 第二回合是偷懶 儲存能量 突然爆發 等待一個機會他雙屑耳 再給他重動力擠 等他就這麼幹 哇 哇剛剛第一回合非常的精彩啊 前面的時候感覺熱狗王把蓋翼當沙袋 砰砰砰砰那種聲音都陣陣有聲 非常有力 對那蓋翼的話就是有練過的 他用那個腳步再去閃躲他那個拳擊的力量 那後面的話那其實熱狗王看起來就是完全沒有力 不知道在Jeffrey看起來是覺得是怎麼樣 我覺得蓋翼前面的節奏控制的很好 所以熱狗他前面衝的太快 所以後面已經 因為體重重的本來就會比較喘 所以他後面已經撐不住了 所以到最後頭就已經讓出來給蓋翼打 手都放下來了 防守都沒防守到 所以有時候在打拳這些事情的話 是你透過防守其實可以消耗對方的體力 他可能可以掌握到反攻的先機 對 對那蓋翼看起來他的策略是很正確的 那第二回合呢 就不知道熱狗王會用怎麼樣的策略 那我們也很期待 熱狗王調整之後蓋翼還能不能打得住 蓋翼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熱狗王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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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狗王開始 熱狗王 其實差很多 真的 現在熱狗王全身濕了 這不是我們剛剛做效果 不是打水的 這真的就流出來了 熱狗王還是很認真的 一直抽到 感覺他等一下也會很累 對 我蓋翼剛剛身體都全屈起來了 感覺其實蓋翼是沒有什麼用力的 還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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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控制了很 對 倒下了 不過熱狗王真的 很認真的在應戰 他前面看起來非常非常累 然後 開始快晃 開始快晃 我覺得他可能 把他當有氧在做 對 然後今天應該還沒用 所以當熱狗王進攻的時候 蓋翼很容易被打到腳 那這時候有沒有什麼策略 是有辦法把蓋翼給緊緊 現在看起來應該 滿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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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以這個為由來講 看起來熱狗王又到了 對 用完的時候 對 哇 蓋翼漂亮的上段踢 像你們在做這種健身健美的訓練 會有什麼樣的 會增加自己的心肺功能 我們一般就是做低強度的油養 所以 因為我們肉量 肌肉量比較高 所以我怕他會掉 所以我們的心力控制都會控制在 合理的範圍 對 所以這樣的 就是 搏擊的方法其實是 你們沒有訓練到 對 所以非常的累 我沒想到爛斗第二回合 還能 有這麼多的火力可以進攻 喔 他一直 把我壓在 身邊 壓在 角落當煞爆K 好可怕喔 裡面的熱狗王 第三回的攻勢 你有沒有什麼 預想 第三回合喔 我覺得 等一下 可以來一點不一樣的花招 嚇嚇他 嚇嚇熱狗王 對 現在我等一下想用一些 用得好 重看又重用 用不好 重看不重用 但至少 好看 帥是一輩子 帥是一輩子 可是你等一下用這些招 會不會有可能 造成一些破綻 讓熱狗 一波幫你帶走 非常有可能啊 動作角度大的動作呢 有時候殺傷力強 但是雙面刃啊 有時候他破綻也很多 結果 有可能會被他撈到 算是給熱狗 有一點出學者 一個機會可以搬倒你 其實不用給機會 他就快幫我搬倒了 對啊 好 那我們就期待你的雙面刃 好 最後一個回合 撐下去 那個熱狗 第二回合 你有沒有掌握到一點訣竅 OK 假如說 慢慢節奏 然後 到空氣的時候 想辦法 把他 壓那個 腳腳 好 要不要攻擊他這樣子 來回魔戰 對啊 那我覺得 這到後面 今天 今天前面找到 機會之後 就是火力全開 他以為後繼無力 很快就沒力了 對啊 體能消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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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第三局的 你有沒有什麼策略啊 進行 決定跟一開始做一個 最大反差 結果打算前面 1分40秒 都慢慢來 盡量保留體力 抓他空檔 最後2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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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盡全力 用必死的決心 想辦法 送他下去 這樣子才可以 站到最後一秒 對對對 那我們期待你最後的爆發力表現 哇 那第二回合還是非常的精彩 這次感覺熱狗王的續航力又比較強 那我不知道Jeffrey怎麼看了 續航力 是比上一回合好很多 但是 我覺得他的配速還是有點 太衝動了 太衝動 前面還是太快 對對對 所以他很快就喘了 還是撐不過2分鐘 還是撐不過2分鐘 不過他這一次啊 有把盡衣 逼到角落的時候 就是像沙包一樣在打 那其實看起來蠻驚人的 對沒錯 感覺盡衣的身體都被打到彎了 所以盡衣就透過山頭才躲出來 所以有可能說熱狗王 如果在那個地方他沒有流力的話 也許就可以把蓋衣給擊倒 沒錯 有那個可能 有可能 這方式好像也不錯 這方式也好像不錯 那有時候我們在看格鬥啊 就是雙方在那些互相防守防了很久 但是只要一個破防 也許就是一兩拳之內 就可以把對方給擊倒 那也許熱狗王的第三回合 如果有找到好的時機點 說不定有機會 可以把蓋衣給壓制一下 那會不會發生 你覺得那個 我覺得有可能喔 有可能 很期待 好那蓋衣小心喔 蓋衣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對手王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比賽開始 好 比賽回合要開始了 喔 蓋衣做出了 比較挑釁的動作 等一下我們在玩格鬥天 我們有一些 挑釁對手的技巧 那蓋衣剛剛有講說 他這回合要秀一些花招出來 那我們剛剛在休息期間 也有訪問熱狗王 就是他剛剛在腳腳的時候 被壓著蓋衣打 那是否有一些流利 那他就有講說 其實如果他實際全力打的話 也怕自己力量會虛脫 沒有辦法撐完整個回合 這些就是可能是我們 在比賽之前都無法想像到的事情 沒錯 熱狗王現在看起來 緊固的節奏慢下來 有調整喔 感覺是要被 感覺是要被水一戰 對 給他拚了 留下體力 其實在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都很難想像說 像熱狗王力量這麼大的選手 會不會隨便的一兩拳 或一兩腳 就把蓋衣給打倒在地上 但是看起來 就是有練過的話 他透過腳步跟防守 確實是可以減少這些攻擊 沒錯 所以不是 真的不是基歐達 就一定可以把他殺了 對對對 所以平常看到我們的時候 也不用太害怕 你不會騙我們 看到你們這種身材 我們就很害怕了 好 最後三屍鳥了 強力進攻 強力右捲 大家看起來是 就是流體力在最後 最後三屍鳥來做 最後三屍鳥來做衝刺 最後三屍鳥來做衝刺 這一腳很重 衝刺 這一腳很重 在場面聽到 這個聲音 這腳好重 哇 哇 這個體力感覺 再多個十秒 哇 哇 這個肉 最後真的爆發了 哇賽 哇 真的 最後 生涯第一場 也是最後一場 這格鬥的這種初體驗 跟你平常在訓練 這健美上面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很不一樣是 這兩分鐘 就是要 不斷的 做這種很高強度的心肺 然後 沒有時間休息 哇 真的很累 那健美平常可能是 積肥大訓練 比較不會有這麼多心肺的部分 呃 其實有 而且我也比較 我訓練比較算是 高容量訓練 那 這樣算其實也是 心肺消耗很大 不過拳擊這個感覺又 更大 更上去了 對啊 完全不是 換個檔次的 哦 對啊 不過你最後的那一波 真的是很精彩 我就是 用盡你最後的力量 想辦法 想要 KO他 但還是沒辦法 對啊 相信觀眾有看到你的那個決心啊 啊 不錯 帥 可以 面對樂果最後一場 你感覺怎麼樣 我最後一場 他感覺很像 以前在 打電動格鬥有沒有 他會 一直用同一招 就是 那個 左拳 短拳 可能就PS 正方形一直按 他就 正方形一直按 最後 剩下 大家血量消耗得差不多 他突然一個 接技啊 他就開始 進入那個 暴走模式有沒有 有 開始打 前面算是在勾引你就對了 對 他最後二三十秒 那一波攻勢 很猛烈 很猛烈 他的 腿都 滿重的 有 有 重點 你有聽到聲音吧 很有趣的一點是 他沒練過 但他可以在 短短三個回合之內 打出 全腿 攻勢連擊 因為一般人會打一拍一拍 他可以三四拍 甚至五拍接起來打 我覺得 滿有 滿有潛力的 我來問他一下 要不要練 要不要練格鬥 這個可以 我現在還不能答應他 不然就要第二季了 哇塞 樂狗不愧是國小的打將王喔 有天笨喔 好累喔 三回合結束了 那樂狗王到了最後的30秒 最後的衝刺 然後打了該衣的腿都彎掉了 不知道這個Jeffrey看起來覺得 樂狗王的攻擊是否奏效 我覺得他前面的配數 讓他去找到了怎麼去攻擊對手 然後用他的優勢去壓制對手 我還蠻想再多看一回合的啦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是覺得如果再多個10秒的話 因為像後來樂狗王的力量 就是全部開始放出來 感覺還有力啊 但是對該衣來講 他的防守已經開始弱化了 就是等於是很像我們打電動 該衣是做好最好的防守 但是樂狗王的強踢是可以破防的 那很可惜 沒錯 比賽的時間就是結束了 那不知道樂狗王有沒有機會再練下去 讓我們有看到第二集的機會呢 那非常感謝今天他們兩位的貢獻 我們有一場非常好的比賽 比賽 對 超級! 撐過三個回合了 她生一個乾的 真男人 我就是被他弄濕了 我第一次把男人弄得那麼濕 真的超濕的 你有沒有覺得在場上 讓你覺得最痛苦的一個點是什麼 很喘 相當喘對不對 這個喘到有時候你會覺得頭很髒很痛 你不是只有喘而已 你會頭很暈 然後很痛苦 然後你會很想放棄 最討厭的東西就是什麼 就是你感覺一直在攻擊對手 可是他一直往前 你會覺得很煩 為什麼打不退 我剛剛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一直點你的頭 然後你又一直往前 正方形正方形圈 然後他就說 好煩喔這個人 然後我就一直繞著你轉 然後你就一直跟著我打 然後他搖緊牙跟 就是往前就對了 不能往後退這樣 你講到一個很好的點 就是退後的時候反擊 這個東西你沒有很熟練的話 我自己寧可一直往前 壓著鑽進去打 至少有一種壓迫而已 這個叫做有效攻擊 就是你一直退但是你不懂得反擊 有些人退退退可能會撈個 勾拳去做反擊 但你這種技術沒有做好的話 你一直退你只是一直被追著打 對啊 這是有一些策略 像我們如果技術沒那麼好 我寧可壓進去鑽進去 吃個一兩拳 壓吃咬著下巴收著鑽進去 打短拳 反正我要躲應該是躲不掉 至於咬緊牙 然後一直往前往前 反正被打到沒差 反正我 他打到我一拳我要回他一拳 三個回合都這樣子啊 我一直點他 點他頭他蹦蹦蹦蹦蹦 然後一直往前 他好幾次把我壓在角落 壓在身邊 一直揍我肚子 這個是不是跟你剛學拳的時候 那個換血勾拳流 換血勾拳流 對對對 就是這個 總之今天就 非常感謝樂狗王 非常 超過三個回合 真男人 永生男話的體驗 非常永生男話 如果大家想認識這個 職業健美樂狗王多一點的呢 他的IG 他的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頻道 大家可以去Follow一下 那今天呢 最後也非常感謝 KINGBOX再次借給我們 一個這麼棒的擂台場地 謝謝 感謝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想看 誰誰誰來挑戰 來體驗看看 格鬥三個回合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那裡很大 那兩個 好 超巨賽的 下一個 這個我這個還不夠大 下一個要找全台灣最大的 對 全台灣最大的 他直接把我抓起來用折的 對 Jeffrey 下一次 哈哈哈哈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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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 코로나 不要讓我們 回來 再見